今天为止呢 我们看到丢进来都是一个 一般的基本的资料形态 可以给他谈 比如说是丢一个陈述给我 或者丢一个资源给我 那如果说我们要丢一个array给我 那我要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个array 从物教的程式cholar 然后传给被物教的程式cholino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要回传一个超过一个值以上的时候 我们大概说可以回传一个物件 因为一个物件里面可以很多栏位 那基本上就可以回传这个物件就可以 或者说我们对刚刚学过那个two-dimension array one-dimension array 我们就可以传一个one-dimension array 或two-dimension array进去一个function里面去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array丢出来 那一般呢 这个资料的传进去呢 c跟java一样都是call by value 比如说你传进去的时候呢 都只有传值进去而已 那call by value 其实有两个含义 那个value 但实际上的作用呢 是call by address 或call by reference 那你进度说c跟java都是一样就好了 都只有call by value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丢的是一个物件的内容 它物件的内容是一个位置 所以得到call by address的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call by address 跟call by value的这个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所以呢 首先它讲说 参数的个数呢 可以多的 可以多的 比如来讲我们这个main这个function main这个function main这个function 哎 怎么这个是void 这个应该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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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括号括号 就是一个array of string可以丢进来 好 然后这边讲说 哎 这个是call function call 然后这个是指呢 copy到 这个做assignment 对不对 a copy到x 然后b呢 copy到y 做一个assignment的动作 那这个sign什么意思呢 assign当然是指值嘛 对不对 因为你把这个a a的值 a的值 a的值呢是value 对吧 所以把a的value的值呢 copy到x里面 对不对 然后你把b的value呢 copy到y里面 好啦 那我们就会问说 那我如果在这个 被副教的这个function里面呢 改变了x 会理想a吗 我在这边呢 改变了x 比如我这边的x呢 原来是3 一个是5 然后我这边呢 做了x++ 那会改变a的值嘛 不会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你看logo的变数嘛 这是它的logo变数 对不对 这是它的logo变数嘛 对不对 所以logo变数 跟logo变数呢 只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只是把指通过去 然后这边的位置 加1 跟原来a的位置 完全没有相关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把 它画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a 在这里 然后再来呢 b在这里 a就是3 b等于5 这是属于man 当我做一个function call的时候呢 我这边有一个s跟1 那s有它自己的位置 y有它自己的位置 虽然说我们把这个什么 x的词呢 3 copy过去 y的词呢 copy过去 但是呢 我这边做了s++ 就变成4 是这个位置的词变成4而已 跟a跟b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是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这样 好 这边有讲到 call by value 跟call by address 这个是我们在 志工系 那个 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 会学到的这个 但是他们那时候 tk也是模模糊糊 甚至不会写的时候呢 光讲这个理论呢 也是模模糊糊 我们待会用那个 例子来说明 call by address 跟call by value on java呢 只有call by value 但是呢 如果说你传的是一个物件的时候 什么叫做物件 比如说我传的是stream啊 比如我们传的 这个stream就是一个物件 我们传一个array 我们自己传一个学生 这都是 都是属于object 那object的时候呢 这个value就是 那个reference 就是point到这个纸里面的 所以它得到call by address的效果 那待会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会比较容易理解 这边有很多 这个計算机 这个概论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它写的不是太 你自己看一看 看你能不能理解 待会我们用我们的例子来做 好 那接下来讲说 java跟c呢 它只有pass by value pass by value 它就要说 从一个呼叫这边 这个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做一个function e的呼叫 然后我这个有ab 然后真正的function b的词 是在这地方 宣告比如说是没有微转值 void 然后这个有x跟y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传过来 传过来这边我们说是做assignment assignment呢 一律就是把a的词copy到x里面来 做assign的动作 所以实际上就做a assign到x b assign到y这个动作 好 那如果说这两个都是基本的形态的话 那么它就得到一个pass by value的效果 换句话说pass by value呢 这个a跟b跟x跟y是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好 那物件就不一样 物件的话 然后它是把address抠过来 所以function里面所指到的这个物件 跟在main function里面指到这个物件 是同一个 所以要记住 pass by object的话 pass by value 就等于pass by address pass by reference 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那 这个 错误 这个 这个我就不去 不去看它 好 我们就直接来看 比如java的就只有pass by value pass by value pass by value 那什么叫pass by value呢 我们做呼叫 对不对 呼叫的时候呢 要传参数 传参数呢 就是把引数的那个数值 被copy给那个什么 函数里面相对应的参数 那只有这种方法就叫pass by value 那换句说pass by address呢 它如果说是一个整数 它可以把整数的address 比如这个是a 可以把整数的address pass过去的话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pass by address的功能 那java呢 不容许你用这个address的operator c跟c加加是可以pass by address 所以呢 c里面都是pass by value 但是呢 你如果宣告 这个是一个address的时候呢 它就是做pass by address的这个效果 相同的 那在我们java里面呢 所有的基础形态 primitive data type 包含就是data type 包含就是整数啦 float啦 这些词的话 它都把词直接copy过去 所以呢 这个这时候的tax by value呢 都是两个copy 因为把词扣过去嘛 两个copy 那如果说都是物件的话呢 它物件的词都是储存address 所以自动而然 自然而然就形成所谓 call by address的这个效果 call by reference的效果 好 那我想 待会用记忆体的方式来说明 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 这边也有讲 就是说 在加码里面呢 如果传递的是引述 如果是原始的资料形态的话 比如indeger flow这个chart 那么它用pass by value的方式传进去 就是把词传过去 它 只有c加 c有pass by address 我们就没有pass by address 所以呢 两边的词呢 是不同的 是copy过来的 我们用它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 这例子里面呢 m是一个基础形态 4个by的整数 n也是一个基础形态的整数 这时候呢 物叫了这个function 封叫了function 好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在main program里面呢 我们有 在main program里面呢 我们有m的词 有n的词 那这个main的词呢 是b n的词也是b ok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地方呢 用m跟n的词叫做方选1 所以m呢 只能会丢到a n的词会丢到b 所以我们说 有另外一个spank 那里面有a跟b的词 好 那我们说 他这个m跟n呢 做了assignment 所以m的词 m的词 m的词 放到a 然后呢 n的词 放到b 得到这里面 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对a a加10 得到11 b加100 得到101 之后我们把a跟b的词译出来 看 诸11跟101 这时候呢 我们回到这边来 回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就不见了 对不对 就回到这边来 这时候呢 这个m的词是多少 还是1 n的词是多少 也是1 OK 所以你看出来的结果 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讲说 in的结果会 11 101 然后11 这样子 in出来的结果会是这个样子 以积极来看的话 是这个样子 这边呢 是说我们在呼叫函数之前 只有main 这就是我们的main 然后我们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 open stack 对吧 这边的记忆空间呢 这边就叫open stack 这open stack呢 是属于main的open stack 所以main的function 用到的logo变数呢 会在这个区域里面 OK 好了 那我们做执行 做这个function code function code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 这是我们main的 这是main的open stack 这边呢 这边呢 是我们的function1 function1的open stack 所以呢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把m的词 copy到a 所以呢 是1 把n的词 copy到b 所以是1的词 好了 这时候呢 我运作是运作在这里 对吧 运作a跟b之间 这个呢 就把a的词呢 改变 变成11 然后把b的词 改变 变成101 OK 然后return完之后呢 这个不见了 回到m 没有受改变 OK 这个是call by value 如果说你是基础形态的话 如果是基础形态的话 call by value的效果 就是 passed by value的效果 就等于call by value 就是把这个词copy过去 这样的话呢 这个方式呢 反正caller跟call in 这是指不同的空间 好了 最主要就是讲那个 那个什么 物件 OK 如果传递物件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 我们说 array呢 是叫 sig object 是叫一个array的object 所做出来的 如果说 我们要传递array的话 它效果还是跟 value一样 答案是不适的 它的结果呢 就等于call by address call by address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怎么传递array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 怎么传递array 这件事情 我们说一手牌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fine 我们是说有一个fine fine triple 我们这个作业里面 有一个fine triple 丢进来呢 我们如果说是 宣告是static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丢进来呢 是 可以是什么 是一个array 是一个array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car 丢进来 所以呢 这边就是丢 一群array的物件 到fine triple 里面 那它是会return什么 return可能就是一个 two dimension的array 因为它可能有很多个答案 那每个答案里面都有几张卡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它return的可能就是car 我现在是用array的方式去做 前面这个array代表说 我有几个solution 对不对 后面这个array代表说 那个array的值 那三张牌呢 到底是哪三张牌 所以呢 可以return成 two dimensionarray 所以呢 我们在说fine triple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规划一下 我们 我们最简单的话 就用array list 我们的list里面 是可以用array list 所以array list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array 所以这个car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 也可以回转一个array list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两个都是array list 可是如果说 我们用 那个什么 真正one dimension two dimensionarray 来看的话 这个是 比如说十三张牌 要找三条 回转的时候呢 这一组是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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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array one dimensionarray 哪三条呢 a aa 222 当然有发色 我没有写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有aa 3张 222 3张 然后发色是怎么样 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 two dimensionarray 那像这种情形的话呢 我们就要传递 到finetriple 这个messor里面来 对吧 所以呢我们说 我们要传递一维正列 如果是整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int 括号 这整个就是一个物件 array of integer 是一个物件 而我说它长的什么样子 我们上面都有画过 array of integer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到底有几个 然后这边有个lens 对不对 所以这个物件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物件 我如果这样丢的话 实际上是丢一个one object one object而已 这个呢 我如果说丢two dimensionarray的话 那它实际上是丢这个 然后这里面的 应该我再画下一个好了 如果说是这种的话呢 它第一个array呢 是 是一个array of array的object 那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array 真正的array lens 丢这个address 进去 到这个function里面 所以呢 我只有传这个address给它而已 那它怎么知道说 要抓地球维度 因为它这个里面自己也有个lens 那它知道自己有多大 那这个每一个都是address 直到一个 这个integer的armature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说以物件的来看的话 这就是一个物件 好 那物件的assignment 我们其实有稍微讲过 这时候来看一下 物件的assignment呢 会形成所谓的sign effect 也就是说 function里面做的改变呢 retend回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质料就可以改变 所以跟那一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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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进去是不一样的 去不一样 所以呢 这种方式呢 做function code function code的时候呢 虽然还是taste by value 但是这个value呢 是一个address 是一个address 所以呢 就得到了叫call by address 的效果 好 我们来用例子来看 好 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产生 乐透的样子 乐透 虽然一个乐透呢 可能有六个 六组号码 我们要产生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要丢一个什么 这个 丢一个整数 整数 六 所以这个呢 只是一个object而已 就是 这个整数 这个整数呢 这个 这个 lo latter 这个变数 它只有一个整 一个 这个六个元件 然后这个lens 它是一个object 这样的话呢 这个latter呢 是一个object 然后这里面呢 是有六个element 然后长度是六 就记录下来 那这时候呢 initual就是零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change latter 把这个什么 这个array丢进去 这个array丢进去 什么意思 这个array丢进去 什么意思 一样 只是做latt latter assign到array 而已 一样 没有差别 不管你是丢pringent array 或丢物件 通通只做了三个 可是这个三个有什么效果 还记得 如果说它是物件的话 arr 这个指导一个物件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的latter 会指导一个物件 换句话说 这个 刚才那个 刚才这个例子里面呢 有六个 有这个空间呢 这个latter 直到这边来 然后呢 arr 抵止过来 没有把这个value copy给它 这我们在前面的那个 做assignment的时候 有讲过 物件的assign 是指的 它会指到相同 会指到相同 这个东西 好啦 所以你既然指到相同的东西的话 现在呢 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原来latter 所指到的 这个array 跟你现在的 这个array 里面的 这个array是同个array 好啦 那我这边呢 产生一个 那个 热透的 那个 指出来 然后热透的指出来之后呢 欸 我们就把它放到 第0个 再第1个 第0个 第2个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这样 就把它放下去 所以就放这边 31 15 好 这样 继续把它放下去 那这个6 所以呢 你这边 所做的改变 请问一下 这边看得到吗 这边看得到吗 看得到 OK 所以呢你这边印出来的结果 跟你 从这个function code里面回来结果 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把那个机体 把它画出来 我们来看 好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OK 只有main function 所以这边是main的function 这边是main的function OK 然后我们执行到 name array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 所以呢 你要记住 这个是在 open stack里面 它这样画的话 其实就 我以后就讲 只是讲stack 就在open stack里面 然后这个是在hip里面 物件是产生在hip里面 这样画其实是不太好的 这画是不太好 因为没有办法去损失 这样的一些效果 好 所以呢 原来main的function在这里 OK 然后现在这个main的function 还在这里 一样的 但是呢 我在hip里面呢 create了一个物件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Nacto呢 就会指到 这个2100这个位置 所以它储存的值呢 是一个address 这个值是一个address 或者是我们说 就是一个reference 在java里面 address 我们不太用address 大家都用reference references references ok 好啦 然后呢 我做了function code 做了function code 做了什么事情 function code这件事情 其实它根本没有画出来 所以呢 在这个main这边 这个是我们的main main的上面呢 有一个arr 根本就没有 诶 诶 这么有一个arr 在这里 嗯 哦哦哦哦 它是e在这里的 ok 好吧 它的e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用我 用我自己 画的方式的话 可能会 你会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它这样做 即使是没有 也可以表达那个意思 那我想我们真正 来做一下好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有main的这个function main的function呢 里面有一个locker orlocker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变数 ok 然后呢 它执行到这个heap 执行到new这个object 执行到这个new这个object 执行到这个new这个object 的时候呢 它在heap里面create出来 好 我们假设的heap在这个地方好了 所以呢 main里面这个locker呢 就指到这个 这个heap的object 放出来 那接下来呢 它做一个function code 做这个function code 所以呢 这个是main的 好 这边呢 就是什么 这还可以继续增长 这边就是我们的 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圈里面呢 它里面有一个array array 好 那在做array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assignment 对不对 这个lotto里面的词呢 要传递到这边 所以做了lotto 里面呢 要放到array assign这个动作 所以呢 现在呢 array指到这里 array指到这里 好 那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 这个 是会搞混乱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step 然后这个有 一个function 就是 这个 train lotto function 里面的这个 local变数 这边呢 是main function里面的 local变数 但因为它指到同一个嘛 所以呢 这边呢 就被产生 这个 这个是被产生的 这边产生31 然后产生15 然后产生21 然后产生21 等等之类的东西 那里顿回来呢 里顿回来是这块空间不见 这块空间 那当然这个asset路径就没有了 它只剩下这个 那因为它指到相同的物件 所以刚才东西可以改 你现在呢 在这个main function里面印出来 一样可以改掉 所以这边呢 在main function里面呢 把这个lotto的资料印出来 它不再是000 这边的时候呢 是0000 对 然后这边呢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 被填进去的 这个六个ridden的number 所以呢 最后你在这边印出的六个number 就是这个 刚才在 这个 这边呢 是在gen function genlotto function里面 generate 这个lotto 这个function里面印出来的 同时呢 它已经做了assign動作 sign在这地方 所以这个纸就被储存起来 这样理解吗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我用你stack 然后这个是main function 然后这个是 你护教的 这个generate的这个function generate 啊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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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动 定义的话 产生的是这个 产生在这个地方 你另一个 就是另一个人数 所以啊 这边就产生一个物件 在heap产生物件 所以呢 你大概可以知道说 一开始出来的就是像这样一个物件 然后这边 你不要用它的 不要用这个 这些不要用 也不用看它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这个 还在main的function main 接下来呢 呼叫了这个 呼叫这个之后 不是要参数 传过去吗 这个东西 copy到这个 那Lotto Lotto 是一个物件 所以它 里面所储存的是一个address 所以这个address呢 copy到这个arr 所以呢 arr所指到的物件 跟 lacto 都指到的物件 是同一个 然后还没执行之前 里面都是设为0 好了 那再执行 那个什么 执行那个 这个 这个里面的层次 这里面层次产生 random number 反正我就none number之后 就放到这个array里面 那就一个一个把它填进去了 就一个一个把它填进去了 所以这时候 这边看过来的 跟这边指过来的 是同一个物件 所以这些是叫sign event 比如说你在这个function里面 做的事情 你回到那个caller之后呢 它看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 我们在这个程序员里面 就叫有副作用 sign event sign event 通常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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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就 就以为说 这个array呢 其实是 跟原来的不一样 那你要记住说 如果说你是task 那个array的话 或task after的话 在你的 那个什么 function里面 或mation里面 更改的东西呢 你回去的时候 是看得到的 你要 如果说你觉得它有意义的话 我当然就可以去执行 那个 debugger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array 跟这个buckle 都知道相同的物件 怎么知道 没有 ID一样 对不对 那个ID如此 如果一样的话 都是指导相同物件 那这个概念 我们其实在 第三章的时候 有特别讲 基本资料形态 跟物件的sign 是不一样的 要读一下吗 如果还没有读一下 如果还没有读一下的话 可能在第三章里面 你就要再去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 所谓的参数的传递 其实就是有三个雷 就是有三个雷 哎呀 应该来做一下 那个 几个人理解 好才可以 知道要不要实际上去 先做一下好了 先做一下 这个问卷调查一下 诶 赶快再录一下吧 现在理解吗 理解吗 这个理解啊 所以这个理解 如果说你理解的话 这就是create一个 这个什么 叫做 这样的一个array 然后里面都是0 然后这边有六个 六个的这个array 然后呢 把它放到 lutter的这个变数 这样 这一行可以理解 这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了 那就继续做 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lutter 然后call这个function 他要call这个function 首先要把这个参数 丢过来 那这个等于做了 那个lutter assign到ar 这样理解吗 这个值要copy过来才可以run 这个理解 这样理解 那理解不就是 只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array 对了 现在呢 lutter 这个lutter 乐透呢 跟这个array 指造相同的物件 这样理解吗 什么叫没有等于array 什么叫没有等于array 这个呼叫function 不是把这个值copy给他而已 这个叫function call 方圈call就是把参数一个一个copy 对了 现在是哪里卡住了 是我卡住了 我把它心掉了 这个物件呢 lutter 指到这个地方 那你这个lutter的值呢 copy给array 所以呢 它就是指到这个物件 那你要知道说 现在是有open stack里面有man的function man里面有lutter这个变数 好 然后再来 这个呢 是 这个心态的这个function generylutter的这个function 它有arr这个变数 所以呢 lutter原来指到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把这个值呢 copy给他 就是这个assign给他嘛 从这个值assign到这边 所以呢 现在这个array也指到他的 这样理解吗 但是 但是 你不是 没有 没有 他这个就不会复制 你复制你要多少时间 你在实践一个程式语言的时候 如果说你要做复制 可以 西可以 西家家可以做复制 但是 加码完全不用做复制 因为做复制的话 你没有用的东西 你一直复制 你让他用很多时间 你要的话 不然你就自己再copy一个 然后再穿给那个 那个就可以了 你要的话自己做 加码不做 都帮你做复制 那这样好像说 那如果array看了 就是 对啊 这就是 就是 你要回传很多值的话 就丢个物件给他 然后 你所谓的回传 因为你没有传值 他也看到这个结果 这就是叫sign effect 不过 我觉得这个sign effect 应该也是正好的sign effect 你如果copy过去的话 你改了半天 你回来 热透值不见 那你干嘛call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两边是不同的热透值的话 你说我这边copy一个 那个000call过来好了 那你产生六个指针在这边 你回去之后呢 你又没有copy回去 那你不是浪费吗 如果说好 那你说好那我老是 那我回去的时候再copy好了 那你不是又多发了 进来的时候呢 你多copy这个空间 后来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空间再copy回去 你速度又可以满了 所以加码不支援 这个所谓的 把这个值呢 copy过来的这件事情 他不支援 就直接把物件的Joyce 丢过来 这样的话是速度是最快的 那 7000K可不可以 7000K可以 7000K可以 定义说 我是要 你copy整个物件 所以7000K更复杂 他可以copy 你 一个 7000K为什么困难呢 一个是整数呢 我都还可以copy 我宣告一个IntegerPine 那我如果 打一个 这样的话呢 我是传Adress 我如果写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传值 OK 所以7000K更难 那如果说7000K的话 我还可以说 我传一个Array的话呢 我只有传Adress 我也可以传以后的内容 那内容就要copy 那西加加比较困难 所以有更多的control 但是 那个什么 那个 学西加加的时候 更容易搞混 那我现在不要讲西加加 现在你搞混了 所以 他没有办法 就只能说没有办法 就是把词扣过来 但是Adress扣过去而已 所以这两边的 这两边的字要扣 要 就是说 把这个字直接扣过来 有没有什么提到问题 那个 诶 有听懂吗 诶 你可以再听啊 你听得懂吗 刚才会有点同讲的 有啊 听得懂了吗 好 那其实你们自己做一下那个内容 就自己做一下那个程式嘛 然后做breakpoint 你就知道了 看 后面还有讲什么 会 不会 好 接下来是回传Array 所以要注意一下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没有讲的 就是说 呃 传Array这个事情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Array的宣告嘛 对不对 这就是int 括号 括号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用这个 因为 这个就是一个变数 这个是 这种变数呢 是关dimensionArray 你如果说用这种方法 你看 这个 这就是不好的 这个程式的情况 你看 int 然后latter 然后括号 你应该就是一字嘛 int 然后括号 然后latter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要 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 我们要用我们的写法 都可以 但是你自己 要规范你自己 你看 这个latter 是一个array 你传进来 这一个 不就是一个array array of integer 所以写法是一样的 你就不会说 那这个怎么会是int 然后括号 这边根本不是啊 这边是int 然后括号 括号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 你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变成说 这个 跟 这个的表示方法是一样 所以当然 locker呢 可以什么 放到array 里面 locker呢 可以放到这个array 里面 这个是养成好习惯的 这个地方 ok 好 那如果说是2-dimensionarray 可以简单 int 括号 括号就可以 如果说我这边呢 是要传进去的是2-dimensionarray 比如我们是mg3的话 我们就int 括号 括号就好了 ok 就是用我们最早讲完dimensionarray 2-dimensionarray 那种pike的表述方式 千万不要用这种表述方式 不要做完整 你一看java的code 都是用我这边所坚持的这个方式在做 好 我们